今個月七月份所有工作坊都滿了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在八月份我剛剛決定了 都會開始繼續有基礎班 進階班 另外會再加插了一種新的工作坊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實習班 實習班其實主要是 只是給曾經參加過進階班的同學 因為我知道在進階班學了很多不同打燈的方法 怎樣去創造這個氛圍 運用飾片 但實質上他們都需要一些實習的機會 在這個實習班 我會親自去和大家一起拍 親自去幫大家一起去創作 一起去想怎樣打燈 亦都可以同時解釋給大家聽 可以怎樣做 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這個實習班裡面 是會包括後製的 一定包括後製的 在之前的Foloshop班 但這個Foloshop班 是針對整體大部分的情況怎樣執行 但是在一個實習班裡面 這個Foloshop是一個配套 主要只是整理這個實習班拍出來的照片 我要協助所有的學員 就是由零開始去到影 以及去到結果 直至去到後製作 都和大家一起去完成 我會和大家一起去創作 我會幫大家去構思一些造型 主題 這個類型的工作坊 我在香港沒有試過這樣去舉辦 所以我都很期待 希望八月份見到大家 所謂的基礎班是甚麼來的呢 大家一直有追蹤我 會發覺可能我拍照 可能需要用到的燈 或者可能那個規模好像很複雜 人手又多 器材又多 或者是 可能你會感覺是比較複雜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最延遲的東西 就是基礎 在我準備所有東西之前 又或者我準備選甚麼器材 我準備怎樣拍 在哪裏拍 又或者將會拍成怎樣 在這些東西之前 我會想甚麼呢 這個就是基礎班要告訴大家的東西 所以 可能很多朋友 我到底是應該上基礎班 還是上進階班 進階班其實是 我預計大家 對美感 對拍攝都有一定的經驗 即是說你已經一路拍開照 你可能純粹覺得是光線 令到你的作品不夠突破 那我在這一方面 在進階班會幫到大家 而基礎班 在一個思維想的東西上 我會盡量灌輸多些給大家 因為我希望大家會有同一個概念去開始 然後你一路實踐出來的東西 你才會可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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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走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第一步這個基礎的概念 那裡不穩定 或者你都不太確定的話 那你就可以上基礎班 如果是純粹告訴你 這個器材怎樣用 你就可以運用得到這個光線 和你的美感美學 那種用式或者構思 其實是兩回事 你覺得你已經對美感美學 那些東西已經有在 那你就可以純粹繼續進階去學習光線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純粹如果是光線的話 是不會足夠令到你的作品是有大的問題 所謂大的問題就是 你最多的光線不夠你的照片 不會因為光線而令到 看上去你的照片不太行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直接的衝突 當然光線好的光線會令到你將作品 會有更多可能一些戲劇性的效果 又或者可以更加創造到那個氣氛 環境 那個Mood 你想表達到那樣東西 那但是和你的構圖 又或者美學其實沒有什麼直接衝突的 可以說你就這樣拍 現場光就不拍 你抓到所有東西 是那個光線配合不好的 這件事其實在照片裡是看得出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所以我覺得基礎班呢 我是先幫大家再掌握一次 我們影印象需要注意的是什麼 又或者是應該這樣說 我會分享我的想法 因為的確不同的攝影師 大家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如果大家都是喜歡我的作品 而追蹤我 而跟我學習 我想我在這方面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已經很有自己的那個美學 你覺得你只是欠個光線 你可以直接上進階班 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對曝光 或者採光的一些構思 我可以分享到給大家 接下來的將來 我都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就是一些工作坊 分享打印 分享一些人像攝影的想法 是會有這一點的 攝影的實體課 當然就是幫大家 最實際的 就是Action一起去拍照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些書 全部都 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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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封面 第二個封面 這批書 下個禮拜 就開始會 排出了 應該就可以 我接下來 就剛剛計劃 會再重新再加印多50本 真的最後50本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在將來的日子 可以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看到我工作室 有少少不同的樣子 這個報紙 因為其實期待已久 我想我已經是有年多了 年多 不止不止 真的 很久了 都很久了 沒有在自己的地方 辦一個 photoshop 的workshop 在下個星期 終於 七月份 下個星期 對 下個星期 就很快 將會舉辦兩班 一共有四天 有兩天是 basic 兩天是 intermediate 即是兩天基礎班 有兩天的進階班 兩天都是安排在晚上 所以大家放了工 就可以來學習一下 我這裡剛剛就 將那些桌椅 剛剛擺好了 非常之期待 因為接下來的明天 後日 即是六日 往後的星期六日 總之整個七月的星期六日 都已經滿了所有的工作坊 非常之多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前期是非常重要的拍攝 但是後製還不重要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後製其實是極度重要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拍過相 拍完之後 大家都可能滿足大家拍的出來的結果 但是往往大家回到家 撿照的時候 都會告訴我 是啊 那些照片 最後撿出來 就是跟我那張 會不同的 當然 這件事 我又很難 就這樣可以 告訴你 做什麼 所以後製是需要 真的有另外一個工作坊 去認真真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一路留意我的網站 留意我的網站 那條link 因為我都是 現在是初構思的階段 接下來八月份會有 基礎班 進階班 以及實習班 OK 到時見